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大家请看padding和margin的使用 padding和margin是个什么概念 padding叫做余白 margin叫做边框 如果有CSS基础的朋友 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 咱们往下看 今天的知识点是就一个 padding和margin的使用方法 p padding代表余白 m是margin代表边框 接下来跟一个location location是个什么意思呢 上下左右 换句话说 咱们这设上一个余白 然后设上一个上 然后紧接着后面这个size是多大 我可以设 比如说咱们设上余白为5 下边框为3 这就是今天的文法 或者叫做这个写法 然后今天咱们用到的 这个具体的技术的参考网页 我已经给大家总结出来 就是下面这个网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 今天咱们这个写法 这个CSS类的写法的具体说明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网页内容 我给您总结出来 咱们一起看 首先说p padding没有问题 余白 m margin也没有问题 边框 location我刚才跟您简单的说过一下 分成为上下左右 top bottom left right 然后还有两个特殊 大家请看 一个是x 一个是y x什么意思 很好理解 lr什么意思呢 left right 左右 y呢 是top bottom 上下 那换句话说 咱们可以设置 比如说 左边框 右余白 上边框 下余白 同时还可以设置 左右边框 上下边框 左右余白 上下余白 都可以设置 这个写法呢 一目了然啊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设完了 比如说左边框 那么设成多大 就是这个size 要给咱们完成的功能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先看两个特殊的 D 0 0size 什么意思 就没size 0余白是0 就这个感觉啊 然后auto auto是什么意思 是根据网页布局 它自动给咱们计算一个值出来 叫做auto 好 咱们再看其中 它们给咱定义的 五个内置的类 或者叫做内置的size 咱们看一下啊 1 什么意思 就0.25rem 2呢 0.5rem 3 1.0rem 4呢 1.5 5呢 3.0rem 这im是什么东西 往下看啊 这是干嘛的 我这给您总结了一句话 看总结对不对啊 1m是个啥 1m呢 它是以根要素为基准 按照比例设定子要素 子元素的大小的单位 如果这么说 听不明白朋友 没关系啊 我这给您找了一个 Mozilla的官方网站 这个网页中会给您讲解 1m是个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 我给您说直白一些 比如说咱们设置一个边框 一般来说咱们怎么设 咱们一般设用像素吗 或者用点 比如说咱们左边框 设成10像素 或者说10点 但这个设完10像素 或者10点的话 是不是就固定下来了 那么咱们在手机上 还是在超大屏幕上 看到的都是10个像素 或者说10个点 不便于这个 这个叫怎么 Respontive 这个响应式页面的开发 响应式页面是怎么开发 就是说 它根据咱们屏幕的大小 边框的大小是会自动计算出来 咱们只是在编码过程中 给一个比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REM的功能 具体的请看一下 我给您参照这个网页 您应该能够看明白 好 那咱们先少去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例子 这个例子的 CSS的ID部分和上期 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看一下HTML的部分 我给您定义两个大的DIV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两个DIV都用到了 MyContainer这个类 接下来不一样了 这两个DIV 我呢 同时定义了 它们的编白 余白嘛 编白余白一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 上面的DIV是PT 什么意思呢 上余白 多大 三 三是多少 大家请看 1.0REM 具体是几项素 咱们不用关心 那是网页设计美工的工作 好 咱们再看 接下来 第一个DIV 我还定义一个 PL 什么意思 左于白 多少 也是三 下面这个边框 咱们看 我设个PS等于三 什么意思呢 左右于白 多少呢 是三 PY 也等于三 什么意思 上下于白 也等于三 就这么概念 然后这两个DIV的里面 又套了一个小的DIV 咱们一起看一下 先看上面这个 这个DIV 首先一个背景色 是网页主题的主颜色 然后这个DIV的宽 是50%的宽 高 是50%的高 这两个50% 都相对于负元素来说 然后这个DIV 还设了一个PT 什么意思呢 上于白为1 然后PL 左于白为2 这第一个子DIV 咱们再看第二个 这第二个子DIV的背景色 Success 不用管是棉色 然后呢 它的宽高 都是100 相对负的DIV 它是宽高 各百分之百 就是这么两个DIV 好 咱们显然少序 马上运行 直逸看效果 我把它拷贝过来 这个LTML是标准的 Strape 4的模板 好 我现在把它拷过来 自动整形一下 这个View Studio的 自动整形功能 也是非常的方便 考过来 然后整形一下 OK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咱们讲是第六课 咱们看这个地方 好 咱们看 为了您方便起见 我把我的这个屏幕 做左右布局 稍等一下 我调上左右布局 好 咱们看 第一个部分 就是上面的DIV 就这个地方 这个DIV 大家请看 这边的边白和上边白 就是我定义的PT3 PL3 我现在改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 我把3比如改成5 改成最大 我改的是PT 是Top 咱们看一下 F5刷新 大家请看 余白变高了 好 那么左余白 我把它改成1 咱们看一下 左余白缩小了 还能改 改成0 再看 没有余白了 然后我把上余白 也改成0 有点意思 就没有余白了 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个子DIV 咱们还设了一个PT1 PL2是什么意思 咱们试试啊 我把这12都变成0 咱们看一下 现在的效果 不是现在效果 是和现在效果的区别 刚现在是12 对不对 我现在改成0之后 咱们刷新 注意看效果区别 够 大家请看 它紧贴着 紫DIV的左上角 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把它改成5 我先一个一个改 我先改PT 然后咱们看一下 它是相对于这个蓝色的DIV 进行了一个余白的增加 同时我再改一个 这个PL 那么它左余白 也会增加 同时我再改一下 上面这个负的PT跟PL 比如把它改成2 你看 它们是相对独立的 对不对 我紫DIV可以设置相对的PT 同时负DIV 也可以设置自己的 它们相对独立 同时咱们再看下面这个DIV PX和PY 这同时设置左右 比如说咱们试试 我把它平时 把这个PX改成0 咱们看一下 你看 两个没有预白了吧 好 再改成5 为什么改成5 就相对比较极端 看起来更加的有视觉冲击 够 你看有视觉冲击吧 咱们再试试PY 0 0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是H百分之百 0肯定就是顶天立地 对吧 好 再改成5 OK 和咱们想象的一样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内容 如何设置余白和边框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共的服务器 这个地方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 供您观看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